成都仅是身患成功部 还有首部科幻主题城市推广片 茫茫宇宙 喵星人想要寻找一个新的家园 他们看中了人类居住的蓝色星球 于是派了无数间谍秘密潜入 想要找到这个星球上最适合喵星人生活的城市 三只猫咪特工潜入成都 以喵星人苛刻的视角和要求 最终确定成都为攻占地球的首选之地 北京时间12月18日22时30分 经由世界科幻协会决议宣布 成都成功获选为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举办城市 一代代中国科幻人的共同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成都这片科幻沃土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值得一提的是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发现成都之美 第三届影像天赋短视频创设大赛上 攻占地球 喵喵 大赛评委之一 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副总编拉兹表示 攻占地球 喵喵 拉兹认为 这个短片也呈现了成都悠久的幻想历史 和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形象 从而体现出成都的开放性心态 拉兹表示 科幻是代表国际化和未来色彩的文化类型 跟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密切相关 这是成都融入世界 世界聚焦成都的重要契机 世界科幻大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广的科幻大会 通过这次大会展示成都形象 诠释成都实力 讲好成都故事 是成都融入世界的重要机遇 成都的科幻文创 科幻动漫 科幻游戏 科幻电影在国内领先 但都不大不强 届是世界科幻大会举办 可以全方位推动四大科幻产业板块联动走强 成为成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级